她举家皆敌 我在这个家庭我生活了十二年 一家人都把我当成外人 还当敌人 待不下去 她弱小无助 家里的什么事都是我的错 我就希望她再疼外也保护着我 我在这个家里一点不受保护 此刻的严女士 犹如一只在狼窝里色色发抖的小白兔 受尽委屈却无处伸张 举得向丈夫发出求救信号 谁料张先生这边似乎更凄惨 毕竟敌人外人总好过半个人 她就是上到楼下到小 没一个说话的 一个说话的东西 给我呢也只是我只属于半个人 半个人说话 我不是一个招人 而之所以会有此感慨 张先生进一步解释到 妻子在家人面前是小白兔 但到了自己跟前 那就是轰炸机 对于自己所处的困境 双方都描述得生动而清晰 但要说日子怎么会过成这样 两人又同时犯起了迷糊 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还怎么知道 真的就过不下去了 这个持续了十二年的谜团 今天能否在调解现场得以水落石出 夫妻俩的婚姻之路又会走向何方呢 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 谣言四起的家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是张先生和严女士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有什么样的诉求 把我们俩调好它 把你俩调和了 调和它 在生活当中 是夫妻两人呢 就是天天闹这个矛盾 天天生气啊 吵架啊 到底是我的错 还是她的错 我的要求就是 第一就是让她买个房子 我们掰出来住 第二就是请她相信我 不要听那些流言蜚语 你说的相信你 不要听流言蜚语 这个流言蜚语 主要来自于哪里 我公婆的 还有两个小姑子 也就是他们家里的这些人 对 看她还是跟大家庭的 有些矛盾是吗 那如果说她今天 做不到这几点呢 那她做不到了 真的就过不下去了 严女士坦言 与张先生结婚后 自己一直恪守板凡 可不知为何 这些年 关于她的流言蜚语 就从来没消停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了解到 夫妻俩都是二婚 而张先生 因为常年在外打工的关系 所以生活中的大多数时间 都是严女士带着女儿 和公婆住在一起 起初她和二老的关系 还算融洽 老两口做个小生意 每次回来 买点什么零食啦 什么的 都还能想着我 让我吃 我就觉得 这都挺好的了 慢慢的也不知道 是怎么了 从她们的心里 就变成一个 那种不道德的女性 公婆前后 态度转变之大 令人瞠目结舌 那么严女士 究竟做了什么 会让二老得出 这样的评价呢 而说起这一点 连严女士自己 都是一头雾水 怎么突然就 成了一个 不道德的女人 我真的不知道 是为什么 并没有发生 什么具体的事 我就能记得 就是记得 她跟我说 公婆给她打电话 说我在外面 可能有人 有七八年了 你接到这个电话 我一定是非常生气 我没有做 我就是生气 但是生气呢 我还不想 找公婆李瑞 我想能让着就让着的 她毕竟年龄大了 我有什么 我都往肚子里咽 明白 那这件事 你跟张先生这些 能够说得清楚吗 她给我这个事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我没有 你相信我 我就是两点一线 就是家和学校 两点一线 我哪都不去 我怎么可能 那张先生什么态度呢 她就有点不相信 这个是公婆 为什么会突然说这个话 你想一下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让他们误会了 有吗 我感觉没有 一点什么事都没有 这个确实让人 比较难理解 我问一下张先生 你父母跟你说了什么呀 父母打电话 就说他 就是晚上不回来了 我就给他打电话 他说呢 在他女儿那里 我给他女儿打电话了 他说你在这里 就是这个事情 就那么说两句 就过去了 这个事就算是 说清楚了 过去了 那是怎么回事 确实是没回家 对 我女儿有病 那天是上医院复查去了 那个复查比较麻烦 得在医院过一晚上 那你有跟公婆说一下吗 头一次的经过 我真的记不清楚 那你跟女儿也证实了 对吧 那你有跟你父母解释一下吗 那也就没话说了 已经过去了 我也没给他打个电话 我在外边干活 天哪累得不得了 就是 就是个事已经过去了 这好多年了都 所以今天你看 严女士会认为 她跟你解释了 但你依然怀疑她 没有完全相信她 有的话早就散会了 还能过那么多年 就从那一次之后 公公婆婆 好像就跟你之间的关系 就不好了是吧 是的 就是那天我公公呢 在我家的大煤后面坐着 我知道她在后面坐着 我开煤的时候 我就没有使劲地推煤 我也是慢慢地开 后来我婆婆就给她打电话 就说说 公公在煤后面坐着 我实际地推煤 把公公推倒了 她有点故意找你在查了 对 就一这些事 我们就闹起来了 闹完以后了 我公公她也打我 我一个女人 我公个儿又高 我又弄破她 我又给她说 她也跟我说 她说要不然去她朋友家 先住几天 避开一下 避开一下呢 她朋友就和她老婆 两个人来接我了 接我就上她朋友家 去住了一晚上 她还让她朋友 给我找房子 租房子 先住到外面 房子也是 她叫朋友给我租的 后来呢 她又听她 就是我们本村的一个朋友 给我婆婆说 我跟她的朋友有关系 关系不一般 就说我们一生气一吵架 我就上她朋友家去 公婆婆就给她打电话 就说我跟她的朋友 也有关系 她就质问我 她就为我 给她的朋友的事 我说没有 我和我父母吵了一架 我帮她说话 觉得父母错了是吧 对 我觉得就是的 我不可能说的 或者她给她 那个有那个 不可能的 她说你打电话 问她 质问她了 我就问了 这就是家来发生的事情 我不在家 她说呢 就是的 对父母说她 说我 对外边怎么怎么回事 我就没有相信这个事 也不可能相信 也不现实的 她没说实话 她就是为我 跟她朋友有没有关系 严重就表现出来了 我住了有两个多月 她从外面回家以后 她就死活地 非让我搬回去 她说你住到外面 别人笑话 从我的角度来看 她就是不相信 那刚刚张先生说 她为了你的事 跟她父母还吵了架 是吵过 她的吵都是电话里 我根本不知道 所以在严女士这里 还是认为 张先生是不相信你的 听了她父母的话 对 不知为何 严女士的公婆 总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指责严女士品行不端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 身为丈夫的张先生 还偏偏对这些 无稽之谈 赏心 每次都要较真求证 如果说这些已经足够让严女士 焦头烂额了 那么更让人 匪夷所思的事情 还在后面 这股造谣之风 不知从何时起 开始传染了 就是我在厂里上班 那天正好我们村里有事 她从外面回来 就给人家帮忙去 等那儿喝点点酒 她回家就直接了当地就喂我 她说 你把那个男的交出来 她说我跟厂里哪个男的有什么关系 张先生说的 她跟我说的 她妹妹给她说的 就开始吵啊 就没有这回事 她让我把那个男的交出来 我上那儿给你找个野男的交出来 就不相信 我一直不相信 老说我跟男的有关系 我就说 妹妹跟你说的 问问你妹妹 是谁给她说的 有没有这回事 咱都把事情弄清楚 我也不想白白地受着侮辱 我也不想让你扣那个帽子 我让她喂妹妹 她不喂 我打电话喂的妹妹 妹妹死活都不跟我说 是谁说的 那最后张先生相信你了吗 相信不相信 让她自己说 我妹呢 就是在镇上 没东西 遇到她在厂 就是在她厂里 我妹以前 也在这个厂里边呢 什么 就说她 就是人家跟这个厂里 关系相得好 怎么怎么回事 就是关系不一般 楼楼抱抱的事 怎么怎么回事的 那挺的 只有一个男人 肯定不舒服 也就想问问 就这个情况 妹妹跟你讲了 你心里也不痛快了 对吧 那肯定不痛快 那你也找这个 严女士来问了 你也说了那个话了 严女士说 没有这回事 对 那你就信了 反正心情不好 那这个事 弄明白没有啊 那就糊涂糊涂地 就过去了 也有可能有 也有可能没有 是吗 那这个是不是怀疑 也可以可以说是怀疑吧 所以在你心里头 那件事 对严女士 其实是有一个怀疑 在那 你怀疑的时候呢 只是怀疑 大概就是那时候怀疑 那时候就是 很快就不怀疑了 为什么呢 当叔母没相信 通过她结识以后 把这个情况 结识以后 怎么怎么回事 结识以后 就相信了 但是为什么 在你家人的眼里 只要这些事情 全部会往这方面去想 你父母也好 你妹妹也好 为什么每件事情 都要把 严女士 形容成那样的一个女人 我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 她们为什么 就是一而再再三地 这样老说我 但是每次 她们一说 她就相信 她一相信 就得为我 我就得给她解释 为什么不论公婆 还是小姑子 总是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 散布谣言 为什么关于 严女士的谣言 只有情感问题 为什么张先生 对妻子 一会儿信任 一会儿怀疑 这一个个疑问 让我们所有人 和严女士一样 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时候 她想起了一个人 心里头 你有没有什么猜测 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心里猜测 就是她的前妻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前妻和谣言 又有什么关联呢 严女士 进一步告诉我们 就在她 饱受流言折磨的时候 丈夫的前妻 开始在家里 频频现身 早就在家里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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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